今天发现了介壳虫 处理这个呢已经有经验了 非常简单 用酒精喷一下就好 这一段内容本来是想跟在上一个视频后面 但是后来想还是单独发吧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怕您看不到 如果您在叶子上或者是花梗上 发现这种白粉一样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有介壳虫了 找一找 它有可能跟这些白粉在一起 它也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 需要仔细找一下 您当然可以徒手把它抓走 我一般是喜欢用酒精喷一下 这样如果万一它有卵啊或者什么的 也顺便就给喷了 对准介壳虫喷一下 它就死了 我这喷了好几下 是因为老对不准 因为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喷 所以呢就老看不准 看 已经死了吧 这个最好经常检查一下 最近我的文心栏 露露续续不是在开花吗 我在花梗上也有发现过 就突然发现花剑怎么长得很慢了呢 仔细一看 哦 原来是招虫了 赶紧给它灭了 它才能好好长 我所用的酒精就是这个小绿瓶子里的 在药店买的专门给皮肤杀菌消毒用的 这儿说的皮肤是人的皮肤 蓝花也是安全的 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这期视频主要不是告诉您怎么消灭解壳虫 因为消灭它还是蛮简单的 主要是想告诉您 请检查蓝花 万一有虫尽早去掉 所以尽管内容很少 视频很短 也还是单独把它列了一个事情 注意检查 千万别让借壳虫 欺负您的蓝花